還給你 我吃你們的食物 還給你 藍營大佬走出來 婆婆媽媽阿姨姐姐也動起來 反日本核災食品書台 矛頭指向蔡政府跟行政院 吃的看會不會死 你有錢人都不是 叫我們在那邊錢人去吃 現在台灣才是好的 愛台灣 我們就不能吃日本食品 拒絕核災食品 立院黨團書記長掛名發起人 立委江啟成的臉書 馬上就接到了恐嚇留言 威脅放炸彈跟汽油彈 廟東夜市的連署現場 制服遠景站崗 人群中還有變衣遠景應變 恐嚇事件意外激出了 更高的連署人氣 恐嚇的不是我 恐嚇的是人民的健康 我們食的安全 這個他們沒辦法接受 所以他們要站出來 剩下連署拿到我不笨 拒絕核災食品的貼紙 許多媽媽阿嬤是帶著孩子跟孫子 不要日本輻射殘留疑慮的食物 進了孩子的肚子 小孩子他的壽命跟他的健康 真的是受到很大的威脅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也都做是大人的人 就是餘心不忍 民眾連署踴躍 許多人還簽下了公投同意書 但發起公投有門檻 得先取得9萬3千張的公投同意書 完成立案 下一階段成案人數得要93萬 才能夠進行公投 最後公投贊成票得超過 1000萬人以上 才能夠擋下核實書台 就因為門檻高 經費也不低 傳出提案要公投的副主席 比好龍斌跟黨內同志意見分歧 各界的朋友跟國民黨同志都積極參與 相關的經費 我們也想辦法來籌募 所有的費用 我們的委員們自行吸收 選在假日選在人潮多的市場 車站跟夜市 台北 台中 雲林到高雄先暖身 明天40個據點同步起跑 一邊是民意 一邊是日方施壓 壓力鍋隨時爆炸 蔡政府陷入內有外患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